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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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的恐怖也會恐怖 所以一個人應該改變思維健康 思維健康才是真的健康 肉體健康也是很重要 肉體健康後你的思維比較健康 你的肉體健康思維健康 思維健康會帶領肉體健康 這兩者的健康 一個是道學一個是醫學 而且這個是一個心靈 一個是什麼一個是肉體 這兩者之間是有很大的差別 人為什麼我這本書裡面你看 蛤有一個陰陽 耳朵為什麼要畫一個陰陽在裡面 耳朵的陰陽就是代表我們人體 耳朵是在聽天音平衡地心引力 你知道我們人耳朵開始有積水 現在就會漩陰 你知道嗎 為什麼會漩陰 耳朵是空的 為什麼會激水 這就是陰陽不能調和 所以陽就是天 天空天空就是宇宙磁場 這是能量的這個代表 那陰是地心引力 是弱體的 這個弱體是受制於地心引力 所以人人的陰就是一種需求弱體的 物欲的 但是陽是一種開放的 是一種施捨的 是一種 這一種好像能夠紓解的 所以好像人家說 佛 神 仙 仙 佛 這個都是好像在天 天上的對不對 那麼鬼啦 這一些都是在地下的對不對 其實這個人就是不懂的說陰陽就是 要時常合在一起 而且要互動良好 那我們這個人的耳朵 就是陰陽的交會點 所以我們人聽到人家的聲音 有的人聽了會認同 有的人聽了會快樂 有的人聽了會厭惡 你如果你的思想跟你不同的人 比方說古人講一句話 道不相同 故鄉為謀 所以自同道合 其實自同道合 人家說 語言不通非見屬 剛才在說什麼我就沒有學英語 客家人在講什麼 我不懂得客家話 香港人在講什麼 我不懂得廣東話 上海人在講什麼 我也聽不懂 所以你怎麼會變成劍屬呢 那除了你要做異國的劍屬 你就要先學語言 然後語言能夠溝通心靈 所以這個是陰陽 那麼你如果是說你的耳朵 我們耳朵是陰陽的分界點 我們這本村 看這邊你如果有拿到的時候 你有看到 你知道嗎 你就會知道說 你意思是你說 我們這個耳朵 是用這個陰陽在那裡 主要就是說 就是要讓你認識耳朵 耳朵是我們開竅 叫腎的開竅 那麼腎的開竅 腎是身體的最下面的一個脹氣 它離地心引力是最大的 可是它緩彈血液推生力是最強的 那才會地下水 地下的碰撲 這趕快 所以它裡面的陽氣是最旺 衝到頂 然後上面的陰氣就是荷爾蒙 才會往下沉 所以耳朵是我們身體裡面的 最大的一個陰陽的平衡點 所以你如果耳朵非常健康 你也可以吃海 倒海 坐車 黑白 香 都不會 都不會土 所以這個是耳朵 那我這一本書 最大的這個啟發點 我為什麼 這是我女兒替我 我的意思 我女兒去替我找的這個封面 這個你看我們有 為什麼特別注重這個頭 用一個頭部的頭來 來做為我們書的後面 因為我們人應該了解說 我們的腦部是 好像人體的總 總樞紐 那麼也是好像立法院在開會的點 以前的人頭部就是天公 天上的露養大陸在住的地方 所以我們五臟六腑的神 精神都要匯合在腦部 那麼我們一般的人 在吃東西 我常常講說 你吃東西都是隨便呼嚨吞 一邊吃冰一邊吃熱量 所以你腦部 其實我們腦部會自動計算 自動計算說你吃多少熱量 它命令你的胃說你已經吃飽了 因為你今天的熱量已經夠了 而且還可以變成儲存 可以不要再吃了 可以不要再吃 可是你如果一邊喝冰水一邊吃飯 吃到肚子已經很脹了 他腦筋還覺得 今天你吃的熱量好像不夠啊 因為你吃的熱量被冰水降溫了以後 那個熱量變成少算很多 第二個是一邊吃 隨便吃 然後都在看電視都在講話 那吃了很多 然後就吞下去 咬兩三下就吞下去 肚子裡面吃了很多東西 腦筋怎麼樣 腦筋還算不出你吃東西 還沒有算出你東西 可是肚子裡面已經吃到很脹了 所以這樣的人就會產生很多胃病 什麼都會出來 那為什麼會現在的人 年輕人為什麼會三高呢 血糖高 血脂肪高 膽固醇高 尿酸高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這樣的吃法 所以很多人就不注重這個腦 的這種叫做 腦本身就有這種能力 很多人在計算說 一個花生米有多少熱量 沒有想說你吃多少熱量 是腦在計算的 你吃下去的熱量太多 它會停止你吃 你吃下去的熱量不足 它會增加你吃 它會增加你吃 而現在的人就 看那些熱量的書 你想你吃一千卡路里下去 真的吸收一千卡嗎 可能放掉了屁就已經五百卡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是不懂的 利用我們這個腦的真正的自我智慧 所以我在 我在寫這本書 用這個封面 就希望人自己開發自己的智慧 那我是啟發你的智慧 而不是我教導你的智慧 這智慧是你自己的 可是你要去啟發它 你要去啟動它 可是你如果不去啟動它 你明明有了智慧 一天到晚學習了一堆智慧 所以我在想說 健康的智慧是很爆炸 人的我們生命智慧在哪裡 智慧才有財產權 智慧才有財產權 智慧沒有財產權 智慧是獨來的 智慧是後天的 你去砍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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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智慧是發自於內在的 所以我要讓你努力去追求自己的智慧 你有了很多很深入的智慧 你就可以得到你自己認定為 從你的天性裡面 從你的根深蒂固裡面 從你的慧根裡面 啟發出來的智慧 這個智慧是沒有人可以偷得走 而且是你有智慧財產權 你要去創作一幅畫 搞不好五十年後一幅畫是一億美金 這個不是不可能 你要創造一個任何東西 都是唱一唱歌 智慧財產權 你唱得很好 受盡人買你的 對不對 所以說我想說 我這個是可能是最便宜的智慧財產權 對不對 但是我們並不在乎錢 我其實是完全我沒有得到任何錢在這裡面 這不是錢的問題 不是 這是我完全是他們智慧財產權去做 但是我是說 生親生意把這個東西 介紹給我們的觀眾 聽眾朋友 就是說 你一定要了解你的健康是多重要 你要如何去適應你的身體 有的人身體已經轉轉變了 你也有可能用你的地肥 來適應你的身體 然後是多病的身體 結果你就改變了人生的觀點 變成一個快樂的人 一個人快樂的人 可以引導你這個生病的身體變成健康 那麼健康的身體 因為你的情緒方法思維方法錯誤 所以導致你這個健康的身體變成不健康 所以這個就是在這個臨界上 所以我用這個封面 變成就是我們的人 腦筋裡面很重要 你要不要埋沒你的智慧 埋沒你的腦筋 而是要多多的利用你的腦筋 利用你的智慧 將來你的智慧會超過一般人 然後你就會變成一個能夠有創作能力 有智慧財產權的人 這樣的話才是我們的目標 是啊 基本上 醫道養生之前 因為我們兩本的方面都一樣 對 顏色修化沉淺不一樣 顏色修化沉淺不一樣 對 隨時都一樣 對 顏色修化沉淺不一樣 對 顏色修化沉淺不一樣 對 這幾十年來的理事 對別人變成朋友 對 這個是觀念上 其實我們人就是 從思想的導向 是能夠導向你變成一個健康快樂的人 是很重要 剛才理事有說 因為這方面有一個人頭在這裡 對 這中間就幾個月 我可以給他介紹給我們 聽見朋友 所以你如果在設點 看到的時候 在成品看到的時候 你就會說 我們來是日本 我記得在說 理事的日本説就是 日本 在這個人的一個頭部 在這個頭部 在這個頭部上的地方 它是 啟動身體的地位 可以靈活身體的平行 對 另外在前面這裡 他說 緩起悉度的行程 過敏的體質 對 在這個頭部的症狀 他說 充分咀嚼 就像你東西補給油 大腦可以自動 給你計算你的卡路里 對 這量是最重要的 非常重要 吃東西 一定要補給油 對 我記得一次你尋問我 你最近吃東西有補給油嗎 這樣還可以充分地吸收到加速 是不是 因為你的水 水跟你的食物也能完全充分的阻絕 你的消化 你的胃也健康 你的口水是比較硬性的 衛生比較硬性 所以你能夠調節你的胃酸 有的人沒補就把它吞下去 你的胃酸還分泌出來 還吃到整顆胃圓圓 所以胃酸節吸收到 就不得照 照顧食道起來 照顧食道起來 食道是比較簡性的 它就會刺激到你的食道 所以理事有告訴我 你最近吃東西有補得比較油嗎 可見就是美肌還是急性的人 有時候常常有的都不鬆快 但是最近已經好多了 理事給你補個一個 另外他說一個 會見轉亂馬 新生快樂 遠離疾病 這也很重要 對 就是你的腦會有一條善根 這個善根就是智慧 轉亂又更重要的一句 就是說 吃冰會受到大腦的熱量 計算錯誤 對 這就是我們常常說的事情 所以理事是很在意 我們不能黑白吃太多冷的東西 對吧 很在意 對 不是只有吃冰而已 就是說吃冷的冰的飲料也是一樣 對 對 那都一樣 對 所以 不知道聽這朋友 你是不是已經有去採點了 我希望說 不然你就把我們帶回去也沒關係 好啦 醫道養生這本我來介紹 讓我們來聽這本朋友 當然在健康方面 聽這本有什麼問題 是說 對這本書有什麼問題 希望給你服務你不用客氣 叫一支服務的電位 27719760 27719760 今天非常感謝理事苦理醫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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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